哈喽又到了开箱时间 这次拿了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耳机 是汪峰老师自创的品牌 刚拿到的你可能不知道它怎么念 它这个中文名叫菲尔 这也不是一个单词 它是一个组合单词 是菲尔和菲尔的组合 这款耳机是菲尔CC PRO 首先看包装也是白色简约设计 加上红色的logo 后面写出了这款耳机的特色亮点 我们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首先是真无线双主机耳机 取出闪连可靠稳定 第二个是双窥混合降噪 也就是说有前窥和后窥的耳内噪音 应该也是会消除 三个MAC降噪MAF调噪 然后充电盒呼吸灯 也就是说这个logo应该是会亮 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不灵不灵的东西 长达30家的小时续航 这个应该是带着电池盒 一起有30小时的续航 支持无线充电 USB-C快充 纸盒 这边写着由此撕开 七天无理由退货凭证 好的 撕开它 我是这种设计 里边一个模特 然后又写了一下详细的这个应该就是APP里边的模式 然后耳机就呈现出来了 底边是纸盒 我们先拿出来看一下 是属于这种瘦长型 属于这种瘦长型的 握持感会更好一些 下面是不同的耳塞 根据个人的需求 然后一根充电线 TAP-C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多长 不是很长 但是对耳机来讲也是够用 说明说 这个应该是要下它的APP 一个是App Store的 一个是安卓的 通体都是白色 底下是TAP-C的口 后面写着这个无线充电的区域 那也就说这个应该是这样放置无线充电的 是属于那种亮光色 亮的白色 这样很明显这个反光 光泽度还是不错的 然后吸附体验 你可以听一下 力度是属于那种适中的 但是盒盖也是还是属于那种偏轻盈的那种 整体重量也是很轻 然后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这种竖叉式的 整体耳机的质感和做工就是这个样 也是纯白色 它的充电底座在杆上 上面也包了保护膜 我们可以先撕掉它 我们再看一下拿取的吸附的感觉 可以不用对的特别准 应该就会吸附上 还可以 这个耳机499块 在蓝牙耳机里边499块 相当于第三方里边价格是属于限价比比较高的了 看到它盒上这么多功能 APP72.1兆 APP进去是一个蓝色的 然后全线 连接速度还是不错的 还是挺快的 第一次连接大家可以看一下 先是EQ调音 原声高音更多 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 他们做的耳机应该个人色彩会更丰富一些 所以说在这方面做的应该是比较下功夫 均衡器也有 下面有降噪模式 开放模式 这是对话 监听模式 明显会听到音量增大 环境音音量增大 耳机是降噪耳机 这个价位我听了一下 降噪效果确实还是OK的 左右耳都可以使用 这点还是比较方便的 聆听时间是6.5小时 如果开启降噪是5.5小时 电池壳可以满足它的3.5次充电 累计聆听时间配上电池壳 30小时是没有问题 所以说一天也是绝对没有问题 即使是你开启降噪 单次5.5小时 配合上电视舱应该24小时左右 还有一点就是带一个光学传感器 你在听歌的时候 带在耳朵上 它就自动播放 摘下来了的话 它就会感应出来 你已经离开耳朵了 它就会自动暂停 可以在电量上面会有一些把控 类似于这种传感器 触控永远要比捏感要好很多 这个触控直接就是清点就可以来去操作 双击是播放 或者是接听电话 或者是挂断 按住两秒钟 单击右耳是下一手 三击右耳是上一手 而且设备之间的切换 它也会做得更快一些 我们看一下它连接速度 断开开启 这个时间可以大家看一下 这个呼吸灯我觉得是做得比较不错的 而且在无线充电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这是无线充电的呼吸灯 好了 这就是这款由汪峰老师亲自打造的这个非耳机的开箱出体验 评论区大家畅所留言 一周之后我会随机选取一个楼层 送出这款耳机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